好大家听得到吗 喂喂喂 大家听得到吗 喂喂喂喂喂喂喂 听得到好 行 那个咱们就开始了啊 闲话少说 二位今天又没来啊 二位今天又没来 我们先看一下两个品种啊 先看一下两个品种哪两个品种呢 今天我重点推荐的 美金铜和美金铜和天然气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品种 我推荐这两个品种下周 逢低做多 逢低做多 大家 咱们来看一下我做多的理由是什么啊 大家来看一下 美金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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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宝 天然气 我再来看一下天然气 天然气 天然气 Gauss 好 来看一下 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两个品种啊 这是我强烈推荐的两个品种 为什么推 我为什么推荐这两个品种 大家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推荐这两个品种 好 先来看一下 NG 先来看一下 NG NG呢 就是 NG呢 就是天然气 NG就是天然气 好 先来我们来看一下 Gauss嘛 大家都知道 Gauss Ga Gus 天然气 铜 铜 这个是HG 是铜 大家注意别搞混了 好 我强烈推荐这个铜 天然气和铜 先来看一下天然气 天然气 大家看了这个日线图 什么感觉 大家看完这个日线图 注意这是日线图 大家看完这个日线图 首先我们看的是日线图 好,大家看完这个日线图 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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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我们在这里又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了 我们又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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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状态,进入状态 来,来,进入状态 进入状态,来,人呢 我们学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学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今天在复盘的时候 我今天无意中看到的天然气 无意中看到的天然气 之前我没有说看天然气 今天我就突然看到天然气了 然后我发现,天然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上升区间了 进入到了一个上升区间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天然气现在完全就是一个lag了 现在完全就是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 我一定告诉大家 我看,我现在是看这个天然气和这个美金铜的多单 就是第一价位去布局它的多单 那么为什么我会看它的多单 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先分析一下 大家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电脑打开 然后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布局天然气的多单 现在大家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会布局天然气的多单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价位去布局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价位去布局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来,人呢 好,赞 我刚才看到微信里面去了 我刚才看到微信里面去了 不好意思啊 现在KQ里面 好,对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天然气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大趋势 日K我们可以看到大趋势是什么 大趋势是上涨 那毫无疑问就是上涨 然后在上涨区间 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什么 进行了一个震荡 我们如果不看这一根K线 不看这一根K线 这根K线我们抹掉 这根K线我们抹掉 来,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新的一个方法 新的一个方法 这是我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这个,这个是突然 突然看到了 这个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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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东西了呢 花东西了呢 先不看这根K线 大家注意 我们先不要看这一根K线 怎么一花这个东西就没了 这个玩意 放在旁边去 好,这应该就好了 好,我们先把这根K线给抹掉 这是星球五的这一根K线 我们还是没了 哦,要把它放到屏幕的那个里面去 我们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全屏就会把它遮住 哎呀,星期五没看见 不过星期五才开始爆发 这个注意一下 星期五才开始爆发 星期五才开始爆发 好,来 先把这一块先遮住 大家注意 跟着我的节奏来 怎么还是没有呢 大哥,你是要怎么样 你这个画图软件到底要怎么样 你这个画图软件到底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怎么还是没有呢 好,我把这个画图软件重开一下 这个天然气啊 这个天然气 大家一定把这个战法学会啊 这个战法非常有用 这是我今天又 之前我教过 之前我教过 但是呢 今天我再给大家复习一点 这个 我再给大家复习一点 这个 我再给大家复习一点 之前我是教过的 没有说没有教过大家 但是我教的时候呢 我估计 你们又忘了 我估计你们又忘了 因为 其实 确实啊 就是 像你们所疑惑的 知识点很多 知识点很多 啊 啊 fuck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一点就没了 一用就没了 哎呀 我快崩溃了 反正 好吧 我们用QQ的这个吧 好 QQ的这个好像不能拿着 好像 我们先把这个先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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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填充吗 QQ的这个也能够填充吗 等一下啊 这玩意 用这个还是比较方便一点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放在另外一个屏幕上面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先遮住这个周五的这个状态啊 如果 单看我们 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什么状态呢 这个之前我教过啊 这个之前我教过 这个状态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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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稍微有点问题吗 现在有问题吗 好了吗 现在麦克风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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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肩顶 你现在把它看作是头肩顶 然后我们看这个小周期啊 你不要看这个太大的周期了 咱们现在就只看这个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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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我之前教过的啊 我之前是教过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违反吗 怎么又成了违反了 好 那个其他的同志有什么好的想法 来 其他同志有什么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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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告诉我来 看不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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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重新画 怎麽回事啊 都 唉 又还给我了 你这 我这 我这很无语啊 同志们 又还给我了 我不需要你还给我啊 同志 我不需要你还给我啊 你还给我干嘛 啊 你把所有的知识自己收着啊 你还给我干嘛 我只想说你还给我干嘛 你还给我干嘛啊 我的天哪 我要你 我要你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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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提 上去 下来 看到没 这个地方打了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打了一下的 注意这个地方是打了一下的 然后又上去 看出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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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之前是怎么说相提的 来告诉我 来打字回一下 我当时怎么说相提的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相提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相提 因为相提的出现啊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 因为相提的出现啊 相提的出现啊 其实其实是挺常见的 大家注意一下相提的出现是 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现象啊 相提的出现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啊 相提的出现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所以来说你说这个相提出现 这个相提出现的几率是挺高的 我觉得这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滚固 我之前是讲过的啊 今天我们再把这一个 因为今天我突然看到这个东西了以后 才发现哎 这就是一个相提突破啊 这就是一个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这个就是一个相提突破啊 这个就是一个相提突破啊 好 我当时怎么讲相提的 我当时讲的 就是如果出现了震荡相提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日线 我们现在是在日线 如果你现在在日线 你应该所做的事情就是逢低做空啊 做多就是在它的相提底部埋多单啊 相提底部埋多单 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级别线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级别线啊 把这个关一下 好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小时级别线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个相提的顶部和底部画出来啊 相提的顶部啊 这是相提的顶部啊 然后相提的底部啊 相提的底部啊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小时级别线 或者更短的一些更小周期的一些级别线 那么我们应该是什么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很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逢高碰到相提的上边缘买空 逢低碰到下边缘买多 那么这是就是相提的小时级别线啊 注意我刚才是在日周期 我刚才是在日线下面画出的相提 注意我刚才是在日级别线里面画出的相提的相提的啊 相提的上边缘和下边缘 那我就可以在上边缘和下边缘都可以来做上空下 多这个这个操作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日K 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日K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提在这个日K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个突破 大家看到没有 出现了一个突破 并且实体站上了相提的顶部位置 好 这个信号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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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信号代表什么呢 很简单 这个信号就代表了 直接说答案 直接说答案 这个信号就代表了突破相提要开始上涨了 当然可能还要再打回一下箱体的上半部分和中间位置 但是上涨肯定是要超过这个箱体 肯定是要超过这个箱体 超过多少呢 我们现在也可以来预测一下 新知识点 新知识点 注意一下又来了啊 新的知识点出现了 我们现在可以预测一下 这个它后期的上涨会是多少 我们打开黄金分割 我们打开黄金分割 在黄金分割里面首先画出这个正当相提的底部和顶部 注意不是这个位置 不是它周五出现的突破了这个行情的这个位置 而是它的底部和顶部 那么我们啊等一下 那么我们我们看多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看多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它至少可以上涨150%至少啊至少是上涨150% 也就是说如果它回调了以后回调到这个零走所塞的位置 我们进多单 然后它至少能够上涨到3.464啊 我们现在画途取证啊 这个时候我们看下周我预测的对不对啊 大家注意首先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进多单呢 我们尽量在2.344和这个位置3.0305啊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做长线的 到了这个位置你就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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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至少拿到什么位置呢 拿到3.450这个位置啊 拿到3.450这个位置 至少拿了3.450这个位置啊 至少拿了3.450这个位置 那么上面的这些空间都是你的啊 至少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3.345和3.450100个点的空间啊 但是注意一下 我买过天然气啊 我买过天然气 它的这个100个点可能相当于我们外汇的1000个点啊 注意一下 它的100个点相当于我们的外汇的1000个点 注意一下啊 它相当于我们外汇的1000个点 呃 所以来说呢 这个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来说 也就相当于是说如果我买0.01手 如果它真的能够在这 它能够涨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3.450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是在3.344这个地方进的单 那么我们就有110个点的利润 那么划了外汇就是1100个点的利润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买的是0.01单啊 买的是0.01单啊 买的是0.01单 也就是划了有将近1100个点 那就是将近有11美金的利润啊 0.01手你就有11美金的利润 看起来不多啊 但是你毕竟只买了0.01手啊 要是你买个0.01手你只有110美金的利润啊 这个我下周看我既然看得了我下周我肯定是要布局的啊 我肯定是要布局的啊 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回调到这里来啊 这个回调了以后我肯定是要布局多单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就真金去跟一下啊 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啊 止损放在哪个地方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止损放在哪个地方呢 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有止损的啊 不是说你买了你就好我们截个图为正 截个图为正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止损 我们应该放在哪个地方 哪怕是说我们现在很有很有信心 那么我们也应该会要做到一个对话的打算 就是他如果Lug了怎么办啊 如果他如果他Lug了怎么办啊 如果他没有涨反而跌了怎么办 那么跌了放在哪个地方呢 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个地方的回调位啊 就是就是周五上周五的这个回调位 那么这个位置就在什么地方呢 3.269 如果到了这个位置严格止损走掉啊 直接就走掉了 那那就是我们这个判断就错了 好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体出现 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做 怎么来去判断相体出现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来我们找一个相体啊 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那个一点明显一点的相体啊 我们来找一个明显一点的相体 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说一下这个相体呢 现在我们是在四小时级别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有个相体啊 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至少是在这里的地方 已经是碰过了一次到两次这个上边缘和下边缘 至少是碰过了一次到两次啊 注意至少是碰过了一次到两次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碰到了一次碰到了两次啊 这个地方勉强碰到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那如果这两次不算啊 这两次如果不算 因为这两次呢有一点牵强啊 因为这两次呢 这两次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牵强 但是如果这两次不算的话 那么这一次是绝对要散的啊 这一次是绝对要散的 这一次也是绝对要散的 好 那么我之前教给大家的 如果碰到相体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如果碰到了相体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又没有教过啊 我先问一下 我又没有教过啊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它后面应该是涨还是跌 有没有教过啊 教过啊 怎么说的啊 你逢高 逢高 逢高做空 逢低做多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用说了 就是我们怎么判断 它相体后面的这一个走势 我有没有教过 我不记得了 因为每天交的东西特别多啊 我这个东西要跟大家确定一下 就是相体后面的走势 有没有教过 就是相体后面我们应该怎么走 有没有教过 来问一下大家 对了 对了啊 对了 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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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相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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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掉 实体线破掉 那么回调 买空 实体线破掉这个相体 注意实体线 必须要实体线 下引线不行 下引线不行 下引线是不行的 下引线是不行的 必须要实体线破掉 然后回调做空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理论 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买了空吗 我就跟刚才我说买多一样嘛 我说它回调以后买多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的 同志们 是不是的 好 我们再来找一个其他的案例 啊 我们再来找一个其他案例 那相体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来说 呃 大家能把相体这一个 这个地方能够抓住 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我们不要用天然气了 那天然气波动不太大啊 天然气波动不太大 我们换一个拉斯达克吧 我们换一个拉斯达克啊 折纸吧 拉斯达克啊 拉斯达克啊 拉斯达克呢 我们用稍微小一点的周期啊 15分钟 因为它每天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每天波动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现在来找一个相体啊 大家注意 跟着我一起来找 跟着我一起来找 那么现在呢 我就是带大家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学会了这个相体以后呢 我们现在学会了这个相体以后呢 我们就是要验证这个相体 我们现在这个相体的理论是否成立 你不能是说啊 周老师教了一遍啊 这个这个相体就在这个案例上面能用 你在其他案例上面不能用 那有个毛线用啊 那我教你这个东西 那我就江湖骗子了 啊 我就江湖骗子了 来看一下 相体 相体 是不是相体 同志们 是不是相体 是不是相体 啊 是不是相体 我还可以再画长一点啊 再画长一点 是不是相体 好 四相体吧 好 那四相体的前提像 四相体的前提像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实体线破掉相体 那么我们看这根线 这根线是不是就已经破掉相体了啊 啊 这根线是不是就破掉相体了啊 这根线是不是就破掉相体了啊 我们如果回调做空 那当然这个他没有回调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15分钟下啊 他现在就直接下去了 直接下去以后我们看一下他有个回调啊 我们看一下有个回调 来我们来看一下 啊 有回调 有回调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把相体画出来了 相体画出来 好 这个是相体吧 对吧 没错吧 这个相体吧 这个相体吧 我们延伸一下 这个是相体吧 好 回调到一半的位置 看到没有 回调到一半的位置 拉斯达克啊 注意我们现在做的是拉斯达克啊 不再是那个 不再是刚才的天然气了 一样通用啊 一样通用 回调到一半的位置 怎么样 做空做空 怎么样 15分钟还长啊 同志啊 你觉得15分钟还长啊 好 5分钟可以了吧 好 我们再来找一个5分钟的 可以吧 好 我们来找个5分钟的吧 找个5分钟了吧 来 一样受用啊 一样受用 都一样啊 我们再往前 我们找得子吧 刚才用的拉斯达克 我们现在用黄金吧 我们用黄金吧 黄金吧 好吧 我们各个产品都试一下 就是我想给大家验证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交给大家的都是通用型技术 不是说啊 你在这里用了啊 不可以 你到那个地方用就不行 我为什么你看你今天有人就说我什么都做 我什么都做 为什么我什么都做 因为我这个技术是通用的 我能够在天然气上面能用能够在拉斯达克里面也能用 也能够在外汇里面也能够用 所有东西都能够用 你为什么不用 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不用啊 你既然所有东西都是通用的 你为什么不用 来看一下 是不是香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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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突破了 他在这根线突破的啊 应该来说这是五分钟线 是在这根线突破的啊 这根线 因为我说过 出现引线不算啊 注意 这已经是五分钟级别了 15分钟级别啊 这还是15分钟级别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个五分钟级别吧 这个是在已经是实体突破了 那么在实体突破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回调或者是站到这个下边缘 我刚才说了 能够回调到这个香铁的上边缘 我们一样可以逢高 当然这是个做短线的 如果他能回调到这个中期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去买他的多单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的 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长起来了长起来了 我们的香铁在什么位置 我们的香铁在什么位置 我们的香铁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香铁在这个位置长起来了 看到没有 当然这里也是长了一波 这个地方也是长了一波 这个地方也是长了一波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15分钟的级别 我们一样可以用到这个 用的这个支持点 我们可以来做大 好我们现在换到五分钟 我们再换一个产品 我们再换一个产品 给大家不停的验证 咱们的这个支持点有没有用 咱们这个支持点有没有用 好来看一下 这是德子 这是德子 换到五分钟级别 换到五分钟级别 但是你要能够提前判断出相体 你不认识说等他走完了 你才发现啊 完了错过了 那你就那这个东西那就没办法了 那这咱们就没办法了 这个东西你要能够提前能够判断出相体才行啊 不是说我在这里给你交这个支持点 那我给你在这里交这个支持点 并不代表说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你就那个 你就是你就是好 来相体 相体 相体 花的也得不标准啊 我再重新画一下 这是五分钟级别啊 注意这是五分钟级别啊 这是相体啊 这是相体没毛病吧 这是相体 我刚才说了 你至少要碰到一次到两次 至少要碰到两次吧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碰到几次啊 两次 这里碰到几次啊 两次啊 这一次也可以勉强算吧 因为毕竟只有五分钟级别嘛 大家都知道 毕竟只有五分钟级别嘛 这么小的周期啊 注意已经是非常非常小的周期了 大家都知道 你们现在做这一个K线单 五分钟基本上就跟一分钟 已经差不了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五分钟 已经跟一分钟差不了多了 太多了 怎么样啊 上去了啊 实体位实体线破位了 然后他就他就没有回踩啊 他就没有回踩 他就直接给你上去了 他直接给你上去了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这是五分钟周期啊 因为五分钟周期的话 一般来说 他破了这个箱体 他就稍微回踩一下到这个位置 稍微回踩一下到这个箱体的上边缘 基本上就就那个了 其实来说我们可以再放大一点 这个地方就已经破了 破了时候 其实到这个地方回踩的时候 就应该买多单上去 懂了吗 你如果咱们现在如果还是不信邪 我们还可以用一分钟周期 那就已经非常非常短了 我们再找换一个产品 我没人指数 再找一分钟的级别 那就非常非常短 不行啊 都是钉子线 都是钉子线 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活跃的一个东西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是一堆的钉子线 大家都知道钉子线 没法做单 因为很多就是在焦躁状态 焦躁状态 好一分钟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分钟状态了 现在是一分钟啊 对 现在是在一分钟状态 现在是在一分钟状态 好一分钟状态呢 这个地方那就是真的是叫做短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分钟状态真的就是做短线了 好上破相挺 上破相挺 这个地方上破了 然后这个地方买多 然后这个地方就要抛出了啊 上破相挺 买空买多头 买多头 上破相挺 实体线在位 然后回调买多 然后注意这是一分钟K线 注意这是一分钟K线 所以来说 它的这一个能够持单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也不会给你太长时间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可以结合趋势啊 可以结合趋势 当然你结合趋势更好 就是说你现在不结合趋势 我们现在就没有结合趋势啊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也没有结合趋势 我们现在一样可以去做短 我们现在一样可以去做短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了 我们不管它趋势是什么 我们不管它趋势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抹住 管它趋势是什么 你管它趋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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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钟啊 注意这是一分钟啊 哎呦 右边的黑线 一分钟是最难做的 大家都知道一分钟那都是什么等级了 那绝对是只有高手才能玩一分钟的等级啊 好实体破位实体破位实体破位 那么能不能够实体破位实体破位是在这根线就已经破位了 注意是在这根线啊 在这根线的时候就破位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根黄线大家看到没有 实体破位那么回踩的时候做空单 做空单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首先我们确定它是箱体 首先我们确定它是箱体 确定它是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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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实体线破位啊 我们竟然是做一分钟 那我们就肯定是做短线吧 那么它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破了 有没有破 这个地方有没有破破位 这个地方有没有破位 实体线破位啊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没有实体线破位 它已经实体线已经破掉了啊 这个地方已经实体线破掉了 回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空单了啊 我再重新再给大家画一下 因为是一分钟啊 注意因为是一分钟 所以非常快啊 注意这根线 是不是已经把一分钟的这个箱体 已经给破坏掉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箱体啊 这是我们这个箱体 我把箱体框出来 我把箱体框出来 大家承认吧 这是一分钟的K线吧 这是一分钟的这个箱体吧 这是一分钟的箱体吧 这是一分钟的箱体吧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分钟箱体 这一根K线啊 这根K线 这一根K线 就是我现在打绿色的这根K线 是不是就已经把箱体破位了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红色这个边缘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箱体位置 是不是的 好 回调以后怎么样 无脑买空单 无脑买空单 怎么样 你至少拿到这个地方 你没毛病吧 我不说你多吧 我不说你多 我不说你赚的很多吧 你在这个地方买空 没毛病吧 你在这个地方买空 没毛病吧 然后你拿到这个地方 出现一根阳线的时候 你把它抛掉 没毛病吧 那中间有多少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分钟的啊 这是一分钟的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1.16768 这是什么欧对美 这是欧对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 678 大家注意 记住这个单词 记住这个词 记住这个价位 678 这是669 678 669 差不多90个点 差不多90个点 没错吧 没错吧 也就几分钟时间啊 这是一分钟两分钟时间 三分钟 我们看一下 也就几分钟时间 八分钟时间 八分钟时间 没毛病吗 所以来说 今天交的这个知识点 只要碰到这种位置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无脑去买 无脑去买 其实我们的三角也是一样 之前我交给大家的 就我们现在回溯一下 我们昨天交的课里面的 那位同志 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空单 那位同志 买了个空单 我们现在再来回来看一下 他买这个空单 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 他当时买这个空单 是非常不明智的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 因为结合我们现在 在这一个技术 结合我们 这是黄金 他买的是黄金 搞错了 他是在这个位置买的吧 我记得是 对吧 是不是 大家记不记得 一个小时吧 我记得 在这个地方买了空单 对吗 好 我们首先把去的线画出来 因为走三角和走这个箱体是一样的 走三角和走箱体是一样的 来 然后我们再摆 好 其实 昨天我们复盘的那位大神 复盘的那位大神 他是在这个地方买了空单 对吧 大家记得吧 大家还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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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吧 对 记得 好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买空单 其实非常的不明智 但是如果他要买空单 也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买啊 也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买啊 也应该是在这条线去买 对不对 也应该是在这条线去买 那么我们如果买多单 也应该是在这条线去买 为什么呢 其实其实我们结合今天所学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突破以后 走多头 我们一样可以运用到三角形态里面 突破以后走多头 我们一样这个地方实体突破了三角形态 后面会怎么样 后面会走多头 对不对 实体形态 这个地方突破以后走多头 在这一个 当然咱们现在说这个话 有点事后诸葛亮 但是我在这里一再强调的是什么 我在这里一再强调的是 在三角形态没有走完之前 大家如果真的想买单 应该怎么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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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条线去买多单 或者在这条线去买空单 你这样买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怎么样 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止损可以带小一点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空单 然后上涨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你就应该止损了 你就方向就错了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买了多单 你在这个地方买了多单 下降到这个位置 你就应该止损了 而不是跑了这个地方买空单 你想想你这个地方买空单 你止损怎么办 我问大家这个地方止损怎么办 你告诉我这个止损怎么带 你是带在上边缘吗 你是带在这个上边缘吗 还是带在什么位置 大家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复盘一下 这位黄金大神 因为这个大这个家伙专门做黄金啊 所以我就叫他叫黄金大神啊 他昨天这一单是亏了啊 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确实那个这个注意一下 但是呢他做黄金大家也看到了 他也赚了两万多美金啊 这个他他也赚了两万多美金 所以来说呢 我虽然他这一单就是损了滑铁卢吧 相当于滑铁卢之战虽然是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能够中山再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他的教训啊 我们还是要总结他的教训 这一个地方他买这个多单 止损和止盈都不好带 大家大家止损非常不好带 大家发现了没有 好刚才方蕾刚才说三角形态上周他用过一次 好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几张图画一张图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三角形态你上周是怎么样的 好那么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形态学 非常有用的一个形态学这个呢赚了好多赚了好多可以啊可以是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能不能画张图吧是用的是用的是哪一个能不能把那一个你赚的那一单截个图出来我看一下我我帮你复盘一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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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帮你复盘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买了黄金哪个时间点哪个点位买入的就跟我们现在复盘这个黄金大神是一样的啊复盘这个黄金大神是一样的啊 就是赚了我们亏了我们要吸取教训 赚了呢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啊吸取经验啊吸取经验 所以来说呢大家会发现其实不管是相体还是三角他们都要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 就是突破相体或者突破三角的边缘不管是上边缘还是下边缘也就代表着趋势就向着另外一头向着另外一头开始前进了啊开始前进了 其实如果现在我们来再来看黄金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再来看黄金我觉得黄金还要小涨一波啊还要小涨一波 为什么呢他碰到了这个箱这个之前的这个趋势的下边缘碰到了这个趋势的下边缘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当趋势这个就符合我们的2B理论了啊这个我们就要涉及到另外的一个主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回到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啊回到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趋势这条趋势线被破了以后上去了以后被打下来再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只可以接个短多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接个短多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接了个位置啊接了这一个位置可能这个地方只能靠挂单能买到啊 因为这个位置应该来说是很难手动能买到的 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至少来说你在这个地方买买入的话至少在这里买入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来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抛掉吧在这个地方抛掉188218821875我这个去啊1000多个点1100多个点 我看啊黄金确实很赚钱啊黄金确实很赚钱啊 大家都知道黄金确实很赚钱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方磊提供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案例啊 其实方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活学活用的一个地步了 其实咱们现在所学的东西其实并不难啊其实并不难 主要就是要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啊一定要活学活用 如果你全部都是死尽硬背那完了那那那那那那没法搞啊那没法搞 咱们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学学学学学在这里以后大家觉得其实你觉得很难吗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我觉得很简单 你看啊我们现在任意的画画啊我们任意的画 这个东西能不能隐藏掉啊不然每次它都遮住了我这个画线的这个工具啊 好烦啊每次都遮住 你这没有时间呢你能不能把时间你把你做单的这个时间结张图给我不就行了吗 反正是模拟单吧你你这个也不怕什么这个信息泄入之类的 你看啊 这个地方一破回踩做空 然后做空啊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一破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空单 然后踹下去啊或者直接在这里做空单下去 然后踹上去啊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级别啊比较慢一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 三角形态就是这样玩就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再重新给你画张图啊 大家可以把这张图可以截下来啊 把这个图截下来非常有用啊非常有用 三角形态是什么呢就是走走走走走走 好 那么 这就是一个三角形态啊三角形态 然后呢上去啊如果上去了以后 回到这个位置 做做多啊 啊做多 如果下去 回到这个位置 做空啊 大家注意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 就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 2B理论里面的一个知识点啊 无非就是把他现在把它结合到我们的这一个什么呢 结合到我们现在这一个三角形态里面啊 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复习 你这是在哪个地方做的单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个地方做的单呢 你结账这个图给我啊 结账这个图给我啊 就是你的历史记录的图啊 结账历史记录的图啊 就是就是账户历史 你在哪个时间点哪个地方做的单 我们可以把这个单子可以找出来啊 这是在10月28号啊 我们来看一下 你做的是黄金啊 10月28号 我们来看一下 他做的这个单子啊 10月28号 然后是 然后 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点做的啊 现在我不知道哪个点 历史被清空了 怎么可能啊 历史被清空 我知道为什么 来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新知识点啊 他一般他只显示本月的啊 本月本月就已经变成11月了嘛 所以你要选择显示最近三个月 点击右键 选择最近三个月交易 最近三个月交易就出来了 历史最近三个月交易就出来了啊 看到没有 最近三个月交易 然后你比如说哪一单 你就把这一单截图给我啊 把这一单截图给我 哇 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方磊做的一个多单啊 黄金的 黄金的空单啊 赚了赚了七赚了8美金 大家看到7.98 那就8美金了嘛 来看一下 我们来复盘一下他这个位置 他做的这个点啊 我们来复盘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时间点啊 他是10月28号的早上8点16分开的单啊 早上的8点16分开的单 来我们来看一下 早上的8点16分开的 然后到了12点56分结束的啊 这一单是12点56分结束的 赚了8美金 好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点找到 早上的8点10月28号早上8点16分开的单啊 8点16分来 我们来看一下8点16分 10月 我现在要把这个要变小 10月28号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地方啊 我已经找到了位置了 8点16分 好 8点15 大家可以看到8点15分 8点15分 好 然后他开单的位置呢 我们再把它再再再重新看一下 重新看一下 他开单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哎呀 点错了 重新打开 非常好啊 非常好 这方蕾真的是 他完全就是天生要去干这个东西的啊 天生就是要干这个玩意的 干这个行业的 隐私行业不适合他 我就直接说了 你做啥隐私啊 我操又不赚钱又辛苦 而且天天被客户 而且天天被客户死整 你做啥隐私啊 妈的隐私的 不赚钱 你跟 你看我现在懒得跟英宝去争论什么 U14啊 U15 你U14 U15学的再好 你还是要去找个公司打工呢 你找公司打工 还不是要被人忽来焊去的啊 是不是的 老子赚了钱 把钱打到你脸上 老子让你来做就完了嘛 我还需要去 自己去学U14吗 我就很甲方了 你英宝永远是乙方啊 你懂吗 我是甲方爸爸 你是你用 你你学U14还是他妈乙方 你懂吗 你U14学的再流逼你还是他妈乙方 你懂吗 我现在懒得去跟这些搞隐私的人去去争论 你做隐私做的再流逼 你有他妈的这个巴菲特流逼 啊 我就不说别的 你能跟巴菲特比吗 妈的 傻逼我操 你还是要找个甲方爸爸 问题在于你还是要讲甲方爸爸 我们就是甲方爸爸 我们赚了钱 我们去投资隐私行不行 我们去投资游戏 行不行 我把钱甩在你脸上让你来做 行不行 搞笑 你做隐私的你能做金融吗 搞笑 有什么好真的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907 1907 就差不多就差不多就这个地方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 来我们现在复盘一下这个位置 复盘一下这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回到五分钟级别 我们现在回到五分钟级别 他是买了一个空档 他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空档 然后他在1905这个地方卖掉的 他在1905这个地方 他是在哪个地方卖的 我看一下1905 1905 他1907卖的 1905 1905卖的 那就在这个地方卖的 就在这个地方卖的 来 来看一下1905 那差不多就这个地方 挺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位置挺低了 他所卖的位置 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他卖的时间点是在 12点56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12点56分 是在什么地方 12点56分 这已经非常靠后了 快一点钟了 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价位呀 你是怎么卖的呢 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价位呀 难道我看错了吗 要 哦 他是1900卖的 1900卖的 哦 他是1900卖的 我的天呐 1900卖的 这个位置 55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卖的 1900 差不多这个地方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 我的天呐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一单做的好 好屌啊 买入点 卖出点 买入点 卖出点 这单做的真屌 拿了多长时间呢 拿了 我们可以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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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多长时间 我们换到一分钟级别 换到一分钟级别 拿了 我们 就用K线可以算出来 鼠标左键按住不动 大家注意 鼠标左键按住不动 我教大家一下怎么来算这个时间啊 这个是 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鼠标 鼠标左键按住不动 选择这根K线 然后 拉出一根线 拉出一根线以后 再选择到你现在的根K线这里来 然后他下方就有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首先第一个数字 277 277就是什么呢 277就是代表的 277就代表的多少根K线 现在是一分钟 也就代表着277根K线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也是277分钟 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了没有 277分钟 看清楚了没有 同志们 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 我们讲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点数 也就是他现在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一共移动了多少点呢 一共移动了775个点 一共移动了775个点 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报价 现在的报价就是1900.47 就是他现在所在的这个K线 不是K线的所在位置 应该是这个十字架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报价 就是这个 这个是也是非常好用的 跟玛雅一样 大家大家会发现 那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吞了700多点的利润 哦 对呀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是700多点 因为他赚了 赚了 因为我这个不太精确 我刚才也没有完全按了这个 因为他赚了多少点 大家可以看 正好是700多点 他买的是0.01手 7.98 是不是就是700多点呢 是不是就是700多个点呢 是不是 所以来说正好就700多个点 其实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算出 他的利润额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复盘一下 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买出了一个多单 买出了一个空单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我们找到他这个位置 非常漂亮啊 方蕾做的非常漂亮啊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太太吊了 以后让阴保给你打工吧 这阴保 这只能是说阴保给他打工 他不可能给阴保打工 对不对 这只能是阴保给他打工 他不可能是他给阴保打工 所以来说 挺悲剧的 做隐私是挺悲剧的一件事情 做隐私挺悲剧的一件事情 你说这个地方 五分钟 五分钟 他是看是怎么画的 十五分钟 如果他现在是这样画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十五分钟 然后五分钟 这个地方 从五分钟概念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他这个地方做空单的理由 如果我们现在遮住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三角形态 是这样画的话 我们确实看不出来 他在这个地方做空单的理由 说实话 这个地方是看不出来 他是做空单的理由的 好 现在我们再换到五分钟 去结构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分钟结构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如果是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现在在五分钟级别下 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做多单和做空单 都有他的理由 都有他的理由 现在如果在五分钟级别下 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做多单和做空单 都有他的理由 都有他的理由 比如说五分钟这个地方实体线站上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做多单的 做一个短线的多单的 然后他这个地方又下破了 所以来说这个K线看是怎么来画 这个K线我来看一下 他当时是怎么画的 你是在一个小时这么大周期 我没想到你是在一个小时 我来看一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布局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因为这个如果从五分钟级别来看 我是看不出来有做空单的理由 一个小时那就不好说了 现在我们 因为我一般没有做黄金 我一般没有做这么短 这么长周期的 一个小时确实做空单的理由 非常充分 一个小时做空单的理由 非常充分 大家一看画出来就明白了 看到没 这个这个地方突破了 这个地方一突破 这个地方一突破 这个地方回踩 在这个地方买 买空单 这个地方就买空单 这个一个小时 确实做空单的理由 非常充分 一个小时做空单理由 非常充分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说的话 30分钟 30分钟这个地方做空单的理由 也比较充分 30分钟做空单理由 也非常充分 15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15分钟 15分钟这个地方做空单 也比较充分 15分钟 然后5分钟不充分 5分钟是不充分的 这个地方是明显有破位的 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做5分钟 做5分钟就变成一个假突破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假突破 本来嘛 你做5分钟 那就肯定是 就一定要是做快 快进快出嘛 快进快出嘛 你看到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打回到了我们这个 上边缘 这个地方打回到我们上边缘 我们这个地方买多 然后在这个地方卖出 然后他跌下去了 跌下去以后 我们在这个下边缘这个地方 如果能碰到 如果能碰到 这个地方就再去买一个空单 这个地方 那么5分钟是不充分的 大家可以看到30分钟和一个小时 这个 这个三角形态 是非常充分可以做空单的 大家理解吗 大家理解吗 大家理解了吗 大家理解了吗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哪个周期去看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哪个周期去看 然后呢就会涉及到你在哪个周期去看 你就要在做着什么样的一种交易形态 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小时去周期去看的 那么你要做的肯定是要做的更大的周期 你要在一个小时去看 那你肯定是要拿上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的这个准备的 然后你在5分钟去看 那你肯定只能是说做顶多做15分钟周期 你就应该这一单子就应该出来了 而不是说你你在5分钟周期去看 然后你跑了一个小时去去拿单 那完了那完了如果你要是在5分钟去看 5分钟去看5分钟去看形态 然后又跑了一个小时去拿单 那就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的地方 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有机会你你做了多单 你是有机会能够出来的 你这个地方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如果是在5分钟这个周期下面 你这个地方是有机会能够出来的 大家看的看一下 我刚才说这个 我刚才说了突破这个地方实体突破这个地方 我们在5分钟级别下 我们可以看到他哪怕回踩了以后 我们是有机会能够出来的 虽然点数不多 本来就5分钟周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上单19081908.9 好他最高涨到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高涨到了1910.22也有200多个点 200多个点的话 100多个点吧 100多点差不多黄金差不多有1点多美金吧 那差不多也可以啊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 这是5分钟K线吧 差不多差不多10分钟以内 10分钟以内 也就是如果0.01手差不多是0.1美金 0.1美金 所以来说呢 这个我说的这个理论 你必须要在什么 什么 什么K线下看 你就要遵循那个级别的K线的原理 而不是说你跑了这个地方去遵循 你现在看的是5分钟K线 然后你就遵循了一个小时的这个原理 那完了 那完了 因为在一个小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假破位 我刚才说了 如果现在这个是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虚破 大家可以看到 虚破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在 像三角和相体里面开单的原理的 我们开单的原理是什么 要实体单破位 我们才能去做多单 对吧 我们要实体 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是实体线破位 我们才能去做多单 那么这个地方只是隐线破位 这个隐线破位 是不符合我们去做多单的原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小时的级别 我们看的这个地方是不符合去做一个小时 是不符合去做多单的原理的 它只是隐线 上隐线破位 它只是符合上隐线破位 那么还是一样 在小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开空的 去开空的 好 那这个地方这个抓的非常漂亮 抓的非常漂亮 好 行 大家还有别什么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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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相体三角在进行走这个震荡的时候 我们应该走的 我们应该做的一种方式 我们应该做的一种方式 其实太多了 你看像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三角 这也是个三角 看到没 看到没 破了下雨线 破了下雨线 回调买空单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不是也是个三角 因为大部分的震荡情况下 其实就是 要不就是相体 要不就三角 要不就相体 现在我已经在跟大家讲形态学了 现在我已经在跟大家讲形态学了 大家一定要学好 因为形态学在我们这个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个是属于隐藏指标 这个是属于隐藏指标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属于隐藏指标 相体 三角和相体 只要一破位 实体一破位 我们再说 我们再重复一下 敲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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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要相体和三角 实体现破位 那么我们等它回调 就可以开始做趋势 开始跟它的趋势去做 注意我说了 要等它回调 当然你如果要是说很着急 不想等它回调 行不行 可以 那你注意 一定要走短线 就是说 你可能在五分钟 十分钟以内 你就要把这一个 手上的单子给抛掉了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回调 因为 就算是跌 大家 大家现在应该也知道了 就算是跌 它也必须要上涨了以后再跌 这个就要符合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2B理论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太多次了 2B理论 2B理论 就是我们要买跌 我们绝对不是他妈限价去买 比如说我们买涨 也不会是限价去买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个地方要涨了 我们应该怎么买啊 我们应该等它回调以后 再去买它涨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它也是符合这个观点的 就是说你如果破了这个三角 趋势已成 那么也应该是等它回调以后 我们再跟着它的趋势去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好 今天这个知识点非常干货 今天这个知识点非常干货 当然 之前就讲过啊 这个方蕾就已经把它用的 已经是非常娴熟了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一个插件 介绍一个新的插件 OK 来 打开你们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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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呢 电脑呢 我就不传给你们了 我们就 我就不传给你们了 我就直接给你们推荐 我就直接给你们推荐 你们自己去下就行了 直接去下就行了 打开你们的电脑 打开了没有 打开你们的电脑打开了没有 然后选择终端 选择终端打开了没有 打开终端以后 我们现在来 尝试着 安装一个新的插件 我们安装一个新的插件 这个插件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插件 我我交给大家的插件 肯定是有用的插件啊 这里面插件太多了 没有500也有300 没有500也有300 所以我交给大家的插件一定是有用的插件啊 而不是说在这里随便找一个来忽悠大家 好 来找 大家在这里面 因为我本来说直接考给大家 但是大家也都发现我考给大家大家用不了 大家用不了 那你们就在这里面在这个里面选择找到市场 找到市场 然后跟着我一起把这个插件的名字输入进去 好 打了这个单词以后基本上这个东西出来了 东西就出来了 然后进去点击下载安装 点击下载啊 下载完了它自动就安装了 下载完了就自动安装了 好 大家先把它装好 装好以后 我们后面继续来讲休息 大家装好了吗 好装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 我的机器已经装好了 我的机器已经装好了 怎么使用 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呢 打开 然后在这里呢 找到导航 在这里找到导航 在导航里面呢 找到我们这一个常用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显示 有一个导航器 导航器 导航器 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这个玩页啊 他的玩页 他的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的 他名字叫 A A A Bird Auto Faber A开头的 我们就点A 我们就点A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一个 打开 双击 确定 好 我们先使用他默认的 注意 他这个里面呢 他有很多 我们可以先使用他默认的方式 那么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怎么样 之前学了什么东西啊 之前学了什么东西啊 之前学的黄金分割 他这个呢 其实在这个黄金分割呢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交易市场里面呢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F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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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Faber 因为是叫一个Faber的人 把这一个 把这个黄金分割呢 运用到了这个股市市场 所以 这个呢 就叫Faber 理论 叫Faber 理论 好 那么这里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大家一打开就会用了啊 一打开就会用了 我相信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那在这里呢 我首先还是要教一下 大家 这里面的一些 这里面的一些参数的修改 这里面的一些参数修改 点击 点击 技术指标 然后打开一个技术指标的面板 然后把我们这一个东西打开 选择编辑或者双击 双击以后会弹出我们的对外框 这个对外框就是可以进行修改 我们现在这一个参数的 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黄金分割 或者说叫Faber 理论的这一个参数 那么这里面的参数可改性的东西不太多 可改性的东西不太多 其中有一个比较好用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预判 怎么这个东西在动了 这是比特币 比特币对比特币的周末它是能够 它是能够交易的 想起来 好 我们在这里呢 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是可以在上方和下方来增加它的数列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再增加一个123.6 然后我们注意在这个中间一定要打个勾 一定要打个勾 负的 负的23.6 OK 我们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以后关闭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会有123.6和负的23.6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简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面有个指标还可以改一下 这里面还有个指标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个指标是非常有 等一下喝口水 好 现在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啊 这里面还有个非常有用 哪一个呢 是这一个参数啊 看一下啊 这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大家看一下啊 高点和低点所存在的位置啊 注意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高点和低点所存在的位置 它默认情况下呢 是3.4 3LGD 就是它的一种画法啊 就是一种画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比特币 大家可以打开 我们可以进张图 它现在的画法呢 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 5分钟 在现在在这个5分钟级别 在15分钟级别 在15分钟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面呢 最低点没毛病啊 最低点没毛病 最高点呢 它是找到这个位置 它是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这一波下跌里面的最高点 这个也没毛病 但是这里面就属于黄金分割 也就非波理论 它其实有两种画法 大家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新知识点啊 又交的一个新知识点啊 又交了一个新知识点啊 敲回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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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什么叫做新的知识点呢 就是内回党和外回党 啊 什么叫外回党呢 就是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东西是一个大的一个周期 大周期 大周期叫外回党 它是在它的外围 所以叫做什么呢 叫做外回党 黄金分割 好 那么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画法 是什么画法呢 其实很简单 高点取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来画 这个就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内回党 低点没毛病 低点没毛病 都是这个位置 高点一个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叫内回党 那么这里面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哎 我到底想用内回党 还是想用外回党呢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那怎么出现一个内回党呢 就是到这个位置的这个画法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 将它的高点和低点改成两个G的这一个单词的 这个就是质型 那质型 好 质眼睛 他到这里来了 他到这里来了 这个就是更小的内回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正在走这个位置嘛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更小的内回党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已经非常小级别的了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有人就昏了 哎呀 老师 你告诉我这个黄金分割 当然黄金分割 说你在画的时候 本身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差别 本身你在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差别 这很正常 比如说你认为的高点和你认为的低点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是高点 这个地方是低点 没毛病 这个地方的高点 这个地方是低点也没毛病 那么无非就是你来怎么理解了 那么这个 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选项 那么 我应该用哪一个选项呢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对于我们交易者来说 我们应该用哪个选项呢 那么就看你制作 看你的 座单周期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大周期 你使用的是大周期 这个大周期也不是特别大 我说的大周期至少是在30分钟 以上就属于大周期了 那日线也属于大周期嘛 那大周期 如果你在大周期 30分钟以上 你就使用这个状态 如果你使用的是在30分钟以下 你就使用这个状态 甚至来说你在1分钟 5分钟那你肯定使用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不适合的啊 你以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1分钟5分钟 你要使用这个状态 他到这个地方 那你这要打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你这个要够等 你这要够等 所以来说呢 就是相对来说 如果你要使用的是小周期 你就使用这两个Z了 你如果使用大周期 就是大周期来做单 这就要看你做做单周期了 这个你要注意 这就要看你的做单周期了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小周期 那小周期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他刚才是在这个大周期在这个位置 我们小周期是在这个位置 小周期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怎么 他现在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么下跌的一个趋势 他现在回挡到哪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做他的空单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回挡到这个位置 这个区间 我们就可以去做他的空单了 然后继续向下看啊 继续向下看 这就是一个小周期里面 这个内回挡的小周期里面 使用黄金分割 来看怎么样去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插件啊 就是这个插件的使用方法 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了吗 黄金分割本来我们之前就教的非常多啊 之前就教的非常多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相当于 把这个黄金分割呢 又用一个插件 使这个变得更加的傻瓜 变得更加傻瓜 不用你一个人画的嘛 他直接就给你画出来 非常简便啊 非常简便 好 这是其中一个插件啊 这是其中一个插件 好再来再来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彭成听懂了吗 彭成听懂了吗 好 彭成听懂了 好行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叫什么呢 叫做 均线 叫做均线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均线 我们点击插入 在这里面呢 选择 技术指标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 movie average average 就是平均 movie 大家都知道移动 移动均线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 移动均线 点击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实验周期 为 默认为20 好我们点击20 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根线就出现了 好 这根线并没有什么 这根线我先告诉大家 它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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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简单 它存在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什么叫做均线 就是什么呢 就打个比方 这根线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哎呀 好 这根线 紫色的线就是均线 紫色的这个线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在它之上 在它的之上 那么这个均线 我们刚才调的这个价格 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调的这个线 是20 那么这个20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20跟 5分钟的均线 然后平均 相加 相加以后 再除以20 得出的价格 就是它现在所在的均线价格 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听懂 我说了一遍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注意啊 这个均线很重要 后面大多数的插件 注意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这样插件了 我们现在不是在第二个板块了 第二个板块我们是讲能量 第三个板块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插件了 好 再说一遍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均线首先它开始给我们设置 给我们设置 设置的时候呢 让我们设置那个数值 让我们设置那个数值呢 就是20 大家都看到了啊 20啊 就是刚才那个数值就是20 那么这个2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20乘以5 不是20乘以5啊 错错错错 搞错了啊 我重新写 首先就是我们要理解 这根均线所存在的 这个价格的由来啊 首先我们要理解 这根均线它存在的价格的由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根均线这个位置 它凭什么要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来我们来做一下 好 首先 我们在这里呢 刚才使用的这个指数 我们刚才使用的指数是20 然后20是什么呢 20是它的平均 平均是什么呢 就是它向前 注意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向前数20个均线 能不能理解 不是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向前数20根K线 数20根K线 然后得出它的收盘价 相加 20根K线 懂不懂 这个20 首先是 向前 注意 是向左数啊 不是向右数啊 右数 就没有发生 那右数 你这个地方 那就没有发生 那里 你这个就不存在 它所有东西 是向左数 20根K线 20根K线 这20根K线 相加 20根K线 收盘价的总和 收盘价 注意 我说的是 收盘价 总和 好 然后那肯定得出了一个什么数值呢 肯定得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数 然后 再除以20 得到 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 就是这一根线 所在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理解 对 平均数 这个就是我们 小学 我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初中 学过的 平均数 好 彭成能不能理解 那个 那个大猪蹄子跟我请假了 他 他说他他家有点事 我就录像了 小魏也没来 阿魏也没来 所以我就录像了 我就录像了 我就不问他们两个了 那个彭成能不能理解 好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那么这个呢 就是20 就是我们的平均线 就是我们的平均线 这个呢 就相当于大家会看到 稍微有一些滞后 你如果用他去判断走势 那你是判断不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平均线的另外一个用 首先注意啊 后面大多数的 后面大多数的 后面敲黑板敲黑板 我再说一下敲黑板敲黑板 后面大多数的指标 都是跟我们的移动平均线 相关联的 因为你想想 他的指标是 他的指标不能凭空而来 就是我们后面在学这些指标的时候 这些指标不可能是凭空而来 你拍着脑袋 然后告诉你啊 现在要多了 拍着脑袋现在说空了 那这是不行的 那那他他必须要有个指标来进行参考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市面上85%的指标 都是以移动平均线作为指标 来进行判断后面的趋势 我后面还会教大家一些 其他的一些趋势啊 一些这一个东西 但是首先大家理解最基础的东西 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做房子 这个东西就是一块块的砖 一块块的砖 有了这个砖 我们才能把这个房子给拼起来 啊 这些就是砖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东西 推出了另外一个东西 推出了另外一个东西 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布铃通道 来大家看一下 在趋势指标里面 大家找到这个东西 趋势指标里面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移动平均线 第二个就是布铃 布铃是个什么呢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布料的布 布料就是做衣服的布料 铃就是森林的铃 这个这个单词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个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人民啊 就是布铃这个人呢 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他发明了这个通道 然后别人就叫他布铃通道 注意一下 他本身这个单词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他这里面是根据移动平均线得出来的 是根据移动平均线得出来的 好点击点击以后我们会看到 又是20周线 又是20周线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他这个地方呢 我们改成close 就是关闭 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有个偏差 这个偏差我们待会再来讲 好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现在呢就会看到 我们现在在一个大趋势下面 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个这个什么线 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线 大家看到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状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间有一根线 这根线是什么线呢 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移动平均线 好 这个地方也是用20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用close 我们会发现移动平均线和这个管道的中轴 是相重叠的 大家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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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通道 就是移动平均线的扩展使用方法 方脸明白吗 好 那现在有人就会问了 哎 老师你说中间这个地方 那确实是跟这个布林线 能够完全合在一起的 大家看到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颜色不一样嘛 如果要是颜 如果这个地方不一样的话 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个绿色的布林线 我们应该能看到绿色的布林线 但是我们完全看不到中间这个绿色布林线 那么那你告诉我这上下是什么东西呢 上下是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点击这个布林线 点击将鼠标放到布林线的下轨或者上轨 然后确定选择了叉叉叉的时候 点击右键选择布林属性 然后上轨和下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玩意 偏移 偏移是个什么玩意呢 就是移动平均线向上或者向下平 移动2这个值就得出了下轨和上轨 能不能理解 那如果有人说那我现在在这里改成3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看到改成3以后呢 我们这个下轨会变得更像下 上轨就变得更像上 能不能理解 好 现在我们看到是2啊 我们现在改成3 我们点击确定 是不是的 我们的下轨是不是更像下 我们的上轨是不是更像上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好了 好了 那么其实这个下轨和上轨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移动平均线 其实就是移动平均线 能不能理解了 好可以理解了 好 那么现在进入我们下面的主题 这个移动平均线 如果我们现在有没有毛线关系 我应该怎么办 我怎么用它 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把移动 我们把那个那个给删掉 我们把那个给删掉 就是移动平均线给删掉 我们现在只留布林通道 那这个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好 关系来了 我现在喝口水 等一下我们进入这里面的布林轨道 我们来讲解它的使用方法 开始啊 好 我们就将这个布林轨改成默认的 我们将这个布林轨改成默认的 我们将这个布林轨改成默认的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 在默认情况下 在默认情况下 大家发现了这个布林轨的一个规律没有 大家发现了一个布林轨的规律没有 大家在这个默认情况下 就给你们肉眼判断 我先不说答案 你们能不能从这个布林轨 找到中间的一个规律 所有的东西都要遵循这个规律 现在我们用的是比特币 我们现在 换到美元 我们现在换到黄金吧 因为黄金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品种 好 在大洲际下 一个小时吧 我们现在在一个小时 好 我们在这里使用 还是使用布林轨 布林轨 好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在这个布林轨里面 找到规律 来 告诉我 看到 看到 看到答案的 能不能告诉我 看到答案的 能不能告诉我 来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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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是自己能找出来 那是最好的 这个你要是你们能找出来 是最好的 这个也不是说 一定要我来给你们找啊 看看出这个规律来了吗 这个布林轨的 看出规律来了吗 同志们 就你们两个啊 所以来说 我就指挥你们两个 方蕾看出来了吗 没看出来 方蕾看出来了吗 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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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同志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方蕾没说话 方蕾没说话 好 再给你们几分钟时间 再给你们几分钟时间 有看出来的吗 有看出来的吗 喂 有看出来的吗 没有看出来啊 好 那我来公布答案啊 我来公布答案 好 来看一下 我来公布答案 我们再给他增加一个 布林通道 我们再给他增加一个 布林通道 好 在这里 还是一样 选择布林通道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周期为20 偏差呢 我们稍微大一点 2 2.6 刚才是2 现在是2.6 现在能不能再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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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 什么对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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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说答案吧 我来说答案吧 问你 你们现在确实也看不出来啊 其实大家会发现 在 好 画图 画图 大家注意看啊 大家注意看 画图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画图这个地方 注意看这一块的布林线 注意看这一块的布林线 注意画图这个地方就不算了吧 这个地方就不算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从我现在指出的一些地方 大家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出来 能不能从我现在画图的地方 能看出一些端倪出来吗 好 我们再找个位置啊 我们再找个位置 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这个布林线的使用趋势啊 它必须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它不是说在所有地方都能适用 它不是说在所有地方都能适用 好 我们就看这两个位置 大家看这两个位置有什么感觉 大家看这两个位置有什么感觉 跟着我们的布林线一起看 跟着我们的布林线一起看 看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 首先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单看这个黄线所画的位置啊 你不要看了黄线以外去了 你单看这个黄线所看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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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M 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叫什么 震荡啊 同志 震荡 就是说它现在所在的行情是一个震荡行情 这个你承认吧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震荡偏空 这个地方可能是震荡偏多 但是是不是震荡 是不是震荡 一会上一会下 一会上一会下 那你比如说那有人说那其他地方呢 你看这个地方就叫什么 这个地方就叫单边下行 这个地方叫什么 单边下行 你看这个地方叫什么 单边上行 注意啊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的K线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K线 这个地方就是要单边下行 下行单边上行 那么除掉单边下行和单边上行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干嘛 都是在震荡 可能震荡有一个下行或者上行 或者走箱体或者走三角 对不对 是不是大多数情况就是这BY 是不是就就这BY 就是要不下行 要不上行 要不就走三角 要不就震荡 是不是 大多数情况下就这BY 就这几个东西翻来覆去的搞 翻来覆去的搞 那么注意一下 在震荡行情下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布林线 布林线 布林线是不是有一点什么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 不灵线会怎么样 不灵线会怎么样 不灵线会形成有效的支撑或者压力 大家 再看 是不是我说的这句话 注意啊 前面要加上一个前提 在震荡行情下 你在这个行情下去看 那就意义不太大了 哎 老师你说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没涨啊 你说这个地方应该行程支撑啊 下跌嘛 那肯定是支撑嘛 哎 你没没涨啊 那你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 这个 这个行情应该就是单边下行 你单边下行 我刚才说了前提是在震荡行情下 在震荡行情下 当K线碰到这个布林轨的上边缘 可以怎么样 变成一个有效的压力位 当他碰到K线 当他碰到布林轨的下布林的时候 当K线碰到下布林的时候 会变成有效的支撑位 有效的支撑位 看出来没有 你现在在看 那么我现在为什么画出两根K线 这两个K线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画出这两个K线 就代表我们可以在这个区间去买它的空单 在这个上面去在这个区间去买它的空单 或者在这个区间我们去买它的多单 它不再是一个什么 它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一根线 而是一个区间了 那当然我们这个区间 我刚才设置的是2.6 我们可以设置更大一点3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就给包裹住了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把前面这个参数呢 就可以设置的更小一点 比如说2 我们可以把这个设置到1.8 这个地方碰到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碰到了 然后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区间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买空多单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买多单 可不可以赚钱 可不可以赚钱 同志们 可不可以赚钱 啊 这是可以赚钱的吧 哪怕它向下回调一点 你还是最后也能涨上去吧 然后这个地方 你去买一个空单 能不能赚钱 能不能赚钱 也可以赚钱 也可以赚钱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个行情 还是前提有个条件 这个一定要是在什么呢 要在震荡行情下来做 这第一个先决条件 你不能在单边行情下去做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去做 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去做 结合我们能量战法去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什么呢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就马上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就马上去开多单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开多单 我教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很简单 你现在需要去做的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 狙击战法里面的K线图拉出来 然后看到 看到 首先就是我们比如说 以这个地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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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首先我们把这个地方遮一下 这个地方先遮一下 把这个地方遮一下 这个地方去遮一下 好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先遮一下 一定要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 一定要结合我们能量战法 当然你要不结合能量战法 也可以也可以 因为它有小周期的回调 它有小周期的回调 但是就怕什么呢 就怕出现一个单边趋势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单边趋势 大家都知道 一天都会有两到三个小时 都是单边趋势 大部分时间都是震荡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专门抓震荡 那如果你全抓住了 那可能有一单损失了 就是有一单走一个单边 那你损了 那就损了 那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就是抓住了一次 抓住了一次这一个东西 然后碰到了一次震荡 就是你抓住了一次震荡 然后又碰到了一次走单边 那你就损了 那你就肯定最后是亏了 好 就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看 首先这个地方K线 碰到了我们的不灵通道 然后这个地方的K线 又碰到了我们的不灵通道 那么这两个K线已经产生了支撑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可以把它可以看成一个有效的支撑 但是这个地方有效支撑 能不能产生一个反弹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 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 这又跟我们前面的能量战法又又在一起了 又在一起了 大家 所以我说你前面能量战法 你没学会 你这后面基本上就 就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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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鬼的 那都是见鬼的 好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三根K线画成一根 我们把三根K线画成一根 烦死了这个画图的每次动来动去 好 那么这根K线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什么 非常标准的什么 好我重新画一下画的乱七发糟了 好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后面给抹住 好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来 用不了 用这个吧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可以看一下 这个工具不太会用啊 颜色怎么改呢 颜色颜色颜色 颜色 好 这个颜色不能用吗 好我们先看这根K线 这根K线碰到了我们的布林下边缘 好下边这个K线又碰到我们的下边缘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我们是不能去开单的啊 注意我们是不能去开单的啊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能去开单的 我们要进行验证的啊 你不是说啊我碰到了下边缘 我是不是可以开单了 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一个 他妈的走单边 你这个布林通道就被破掉了啊 大家注意 你这个时候布林通道就被破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哎呀 他妈的 我刚才 好那如果要是碰到这个时候 不能开单啊 注意不能开单 当然你要激进一点 你可以开啊 你激进一点可以看 就是说我这个人 我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相对来说做单比较稳 所以我是不会在这里开单的啊 我是不会在这里开单的 但是呢 就是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开单 你可以在这里开单 你可以开单 你止损放的很小 就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破新低 破新低 就是破新低 就走人啊 然后上去就赚钱啊 你就是走个胆线 那是可以的 碰到布林这个下轨啊 注意下轨碰到了啊 开个单 然后碰到了开个单 然后再如果他上去了以后 又下来 那你就走人了 那你碰到这个新低就走人了 如果你在上面 如果那个胆子小 你赚了几美金 就走人了啊 就走人了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当这三根K线 当现在这个局势去出现了以后 这个地方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的 是否有效的支撑 我们不知道啊 注意我们这里只是说 它变成了一个结构线 但是这个结构线有没有效 还要再看另外一个玩意 什么玩意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另外一个玩意 就是能量战法 那么我们根据这三根K线 我们画出它的K线图 那么它的K线图 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K线图 这个K线图是什么图啊 这三个K线 这三个小时的K线是一个什么图啊 当然这根K线是个绿色的啊 注意这根K线是个绿色图啊 它是收在一个绿色线图啊 这个不是红色的 注意这个我画的这个地方 可能是画成绿色 但画成红色了 但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绿色的 就是下跌的啊 注意这个地方应该是个下跌的 来打开我们的狙击手 找到这一个K线 应该大家怎么叫黑山兵呢 我的天哪 怎么是黑山兵去了 怎么是黑山兵去了 绿色的啊 我们认识是绿色的 我们应该是一个这个图看到没有 怎么会是黑山兵呢 我不明白你这么 你方蕾今天整 都是对的 怎么这一单搞错了 怎么看成黑山兵的呢 黑山兵呢继续下跌啊 那黑山兵按照你这个地方就是继续下跌啊 好 是不是一个倒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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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倒垂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 见底信号后势看涨 是不是的 见底信号后势看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大家都知道 后面他长起来了啊 后面他长起来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根据这个地方 我们根据2B理论 这三根K线一出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分批路场去做他的多单 能够理解吗 然后结合我们的2B理论 分批路场去做他的多单 那当然你要限价去追 你比如说你想追在这个位置也行 他收盘价在这个地方嘛 你要限价去追也行 限价去追一单 追个小单 如果下来一点再买路 再下来一点买路 所有的止损全部带在这个低点 带在这个低点 所有的止损带在这个低点 如果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资金 你要有足够的资金 你比如说你只有100至100美金 那你就别想了 那你就别想了 那你这稍微搞一下你就没了 所以来说你就 比如说你有个1000美金 有个1000美金 然后你0.01一手的买 那你肯定就可以在这里买一单 买一单买一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 他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想法去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甚至打了这个地方 打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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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买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可以买路的 买路了以后 我们打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一单就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新高 我们就已经 基本上我们就怎么样 已经止盈了 止盈离场了 我们这个这一单已经是止盈离场了 但大家看看懂了吗 可能这个地方打破了这个新低 但是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是这里面又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打到了这个新低 又是一个不灵鬼的下轨 大家看到没有 又打到了一个不灵鬼的下轨 大家看到没有 还是起来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不灵鬼的存在是非常的强的 非常的强的 大家能够理解吗 大家能够理解吗 也就是说这个不灵鬼的这个结构线 应该说是支撑位是非常强的 所以来说 其实来说在这个不灵鬼的这个区域 我们都去做他的空单 会怎么样 如果你做他的大多 说错了 去做在不灵鬼的下轨道这个区域 我们都去做他的多单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我们也都是能赚钱的 那有人说了 这个地方他进入了这个上轨道的这个区域 那是不是应该做空单呢 注意一定要满足我刚才说的 首先要在震荡行情下 现在是单边涨 你不要去碰他 当然你可以去做个空单 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就比如在这个地方你去做个空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抛掉 你看还是有机会吗 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的吗 对不对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不灵鬼最常用的还是在震荡行情下 后面我会再教大家一个指数 另外这个指数结合的不灵鬼可以达到85%的胜率 可以达到85%的胜率 非常高啊 我在用的时候 我都是用的已经用的 那都不跟你们说了 后面大家用完了就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有人就会说了 那有人就会说了 那你怎么判断他现在是震荡还是 还是在走这一个单边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现在看他涨 那如果单边涨了以后 他如果又涨了一波 如果出现在绿K 然后又下来 下来了以后又继续涨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上涨了以后又下来 而不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单边涨有一个有一个规律 就是他摸他不会回摸 他不会回摸之前的价格 大家可以看看一下 这一块就是单边涨 这一块就是单边涨 这一块的单边涨 他下来的价格非常低 他下来的价格非常低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完全可以认为他就是单边 这个可以理解吧 这个应该看也看得出来啊 对不对 那么什么样的这个就是震荡呢 比如说上打的这个高点又下来 下来了以后这个是一个低点 然后又上打了一个高点啊 又下来好 当这一次打了这个高点的时候 又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认为他是什么了 已经认为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震荡了 这个这个判断没毛病吗 大家认为这个判断没毛病吗 也就是说现在事不过三 在第四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可以OK的 我们认可的一个支撑位了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次这三次挣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他现在是在一个震荡区位线 震荡区位线我们如果他再碰到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多单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多单啊 如果他再下来一点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区域都可以开多单啊 啊是不是的 他最后还是上去了 最后还是上去了 好到这里来以后又变成了一个震荡 又变成了一个震荡 好到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开始开单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又可以开单了 他没有碰到下轨啊 这个地方他没有碰到下轨 你没机会开单啊 这个地方没机会开单 好这个地方上去了一点下来了 碰到这个位置又可以开单了 又可以开单了啊 当然你要拿的时间长一点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单 这个地方开了一单 这个地方开了一单 哎呦上去了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规律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开一个空单 因为是震荡嘛震荡嘛震荡嘛 然后下去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听懂了吗 注意啊 他的先决条件使用的两个方 两个前提 第一是震荡行情 我在这里打出来啊 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你不要不要是说在任何行情下 你都能用啊震荡行情 第二结合能量战法 那结合能量战法这个东西我就不用去重复了 这是在我们第二章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啊 一直在强调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凭什么说这个地方可以开开多单啊开空单 你这个地方凭什么说你这个地方可以开空单 这个地方确实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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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布林带的上轨 你凭什么说现在可以开空单 凭什么说是因为首先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支撑压力 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这三根K线啊注意这三根K线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什么 这三根K线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什么 这三根K线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什么 不是这个应该是一个上涨再一个下跌应该是乌云盖顶吧我记得是 这个也不太像啊应该来说就是这个啊应该就是这个乌云盖顶啊应该就是乌云盖顶这个 就是如果这根K线已经达成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去开他的多单啊开他的空单 然后向下看 向下看啊向下看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等他回调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开他的分批路场 开他的空单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听懂了吗 同城了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在最后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今天的这些内容都是干货啊都是干货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在最后说一下 这个布林线那比如说老师你这个布林线你这个偏差是多少 你应该怎么设你比如说1.8你这个1.8是怎么得出来的 那么我在这里呢就跟最后再强调一下这个1.8或者是当然我说这个1.8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啊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就是比如说这个1.8是怎么得出来的其实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买入价格啊等一下 其实我们的这个买入价格啊它是一个区间 一般来说不会是一个点大家这个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的一个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都是一个区间不会是一个点你比如说你这么精确你比如说老师我就要抓住这个点我要买入神啊我靠 那你要能抓住这个点那真是神啊那不做神啊太可惜了这个事情所以来说能够抓住这个点的他绝对不是人他绝对是神啊他绝对是神那你如果不是神那怎么办呢你只能是说把它画一个区间出来 然后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就是分批买入啊只能是这样我们不是神只能是这样玩那么在这里呢那就是说那那你为什么要设置1.8和3.2呢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设置1.8和3.2那其实这个地方设置其他数字可不可以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用默认的2默认的2我们可以看到碰到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跟我们画这一个结构线一样 我们画结构线的时候一定要将更多的线给轮廓进去就是能够包揽这个里面更多的线这个大家都理解吧可以包揽更多的线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这个2和这个3这个数值也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那么这个3凭什么是3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轮廓更多的线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26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非常漂亮的轮廓在里面了 然后这个地方哎他超出去了那超出去了我们在这里睁着眼闭着眼吧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的轮廓进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区间里面买在这个区间里面买哎这个就可以啊这个2点就是说这个数值呢也不是一个我们就是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固定下来的数值 这个数值呢就根据现在的行情里比如说我可以打住他的下引线那么这就是一个区间啊打住他的下引线 那上引线我们打不住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数值往上升啊把这个还要把这个数值往上升啊 我们可能要设置到3哎 上引线还是没包住我们还要把数值往上升3.23.3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包住了这个地方就包住了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已经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区间又小了这个区间哎 这个区间有点大了应该说是这个这个区间就有点大了如果你的止损你就不太好带啊 因为止损你要破下下不灵嘛那你要带到这个地方来就有点大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有利有弊啊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这个东西没有标准拿我在这里设1.8和2.2都可能是对的都可能是错的 这个东西要根据现在的行情就是不停的去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新的行情我们现在最新的行情 这一块也是一个震荡那么这一块这是一个震荡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包包住呢 我们这一块首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向下移那这个地方就要向下移好这个地方我们要更大的向下移好这个地方要更大的向下移 首先我们就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这个地方的位置我就照顾一下这个地方的位置嘛大家可以看到哎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位置再向下移一点啊 好这个位置呢这个包容区呢我们再向上移一点就稍微缩小一点哎就把这两个两个影线给包住啊我现在想操作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影线给包住 好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影线就包住了哎这边的影线就包住了哎这个这一段也就说现在这个周期我们就做对了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周期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变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震荡那么大体来说我们不能说保证在大体来说 只要在这个区间你就可以开多或者是啊这个地方开空或者这个地方开多啊只要在这个区间就可以来根据我们现在这个布林通道来进行修改了那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就比如说时间周期你为什么设置20呢你为什么不设置50呢或者不设置60呢都可以没有说一定要设置20没有说一定要设置20 所以呢这一个东西呢你可以慢慢的试啊这个东西只能说慢慢的试你不能是说我我没有在这里给你们标准答案也不是说一定要设置20 就是说他默认的大多数的人是用20不能是说所有人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的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就相对于是我们的3DMark或者是A1或者是Maya CCD里面他的一个曲线曲线他也分成了很多种曲线比如说在这个CCD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什么直线 有一个曲线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叫什么杠杆曲线就是就是有个杠杆可以把那个曲线可以动起来的它就是曲线的就是动就是那个曲线的这个动态不一样就是组成了这个形状不一样啊就是稍微有些形状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 其实它区别不太大区别不太大区别不太大那么现在我照顾了这个位置以后基本上就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如果它趋势不变我们后面就可以尝试着高空低多了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